做完近视手术两个月了 我的眼睛终于恢复正常了 前段时间是一看手机眼睛就疼 我还担心的不行 我担心我的眼睛就此废掉了 以后都不能玩手机了 没想到这么快眼睛恢复了 我以为要三个月 没想到两个月就恢复了 在阿勒泰这边待了也有一个月了 准备开始今年的自驾游 我看之前的视频 好多人问滑雪的费用 滑雪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是单天滑的话 费用就很高 每天买票的话 一天的票大概需要300块钱左右 但是如果你办卡的话 就比如说我现在在的阿勒泰江军山这边 办卡的话是3900G卡 G卡可以滑五六个月 这样算下来的话 费用就没有那么高了 然后住宿的话就是 在当地租房 滑雪的人 冬天过来滑雪的人特别多 所以找那个核租房特别好找 核租房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 一个月哈 说一下今年的旅行计划啊 这是一张新疆的地图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这里 阿勒泰市 接下来呢 准备先去一趟卡纳斯河墓 卡纳斯河墓都在这个地方 去一趟去一趟之后呢 两个计划 要么呢去拱乃斯 这个地方是拱乃斯 我去年摩托车放在这里的 去这里想办法把摩托车弄出来 这边目前应该是大雪 封山的一个状态哈 去这里想办法把摩托车弄出来 然后到南疆去 要么呢就是从这个地方 霍尔果斯口岸 从这里去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去这边几个斯坦转一圈 然后等新疆回暖 西藏的几条进藏路线 在前两年已经被我走完了 除了克里亚古道 但是新疆呢 因为疫情原因 我一直没有完成我的新疆之旅 每年都是来到了新疆之后 就碰上了疫情 导致来了几次新疆 新疆哪里都没有去成 这个也算是我心底的一种执着哈 所以今年过完年 我又来到了新疆 今年呢 我将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驻扎在新疆 深入的去了解新疆的风土人情 以及这里的美丽风景 但是最近呀 新疆这边特别冷 新疆这边回暖 要到五月份之后 最近能去的地方很少 所以呢 我就研究了一下 新疆周围的几个中亚国家 我在纠结要不要去一趟 目前出国的话 呃 不能骑摩托车 摩托车的ATA是不给办理的 但是小车是可以办理的 我在纠结要不要开车去转一圈 但是呢 没有合适的队友哈 一个人又有点害怕 目前呢 在我面前两条路 要不然呢 去完和睦和喀纳斯之后 我就去找我的摩托车 想办法把我的摩托车弄出来 然后运到喀什那边 喀什那边最近温度已经回暖了 要不然的话呢 我就从新疆的伊犁那边 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 开车出国 我到底该怎么选呢 大家给我点建议哈 今天准备前往喀纳斯 我来新疆 有五次了 都没有去过喀纳斯 有三次是因为疫情原因 有两次 是背包来的 交通不方便 这次终于能去喀纳斯了 走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喀纳斯的风景 刚从阿勒泰出来 往布尔金走的方向 你们见过这样的墓地吗 我反正是第一次见哈 我问了 这个确定是墓地 哇 他们这个墓地看起来好气派哦 看 后边这一大片 全都是 然后都是这种修的有围墙 然后中间一个围起来的 也是土葬 看着好气派 好多人问我是不是不骑摩托车了 今天是3月1号 给你们看看 这个月份的新疆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季节的新疆 很冷的 就是两边 你能看到的地方全都是雪 然后这个路的话 清雪工作 这边清雪工作 做得特别好 基本上一下过雪 就会有清雪车 把这个道路上的雪 清得干干净净 但是在路的两旁 就全都是雪 这几天这边的雪 已经开始慢慢化了 看看那边的山上 路上看到了很多野生的骆驼 然后这些骆驼就跟雕像一样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好蠢的样子 他又在那站着一动不动 为什么呢 到看那边跑 是不是狼啊 我这大尾巴 这应该是一只狐狸 看那斯的野生狐狸 狐狸狐狸 他会不会咬我呀 别咬我 这边野生的小狐狸很多 之前就看别人发过 没想到我运气这么好 今天刚来就看见了 今天出发的有点晚 再加上到喀纳斯有点远 这会儿天都快黑了 喀纳斯的景区啊 在夏天和秋天的时候 是不允许开车进入的 但是冬天来就可以开车进 夏天秋天的话 门票也要贵一些 门票好像是200多 然后冬天的话 他推出了三个地方 就是和睦 喀纳斯 然后还有白哈巴村 一起100块钱 夏天和秋天的话 这三个地方是需要分开买门票的 你们如果来喀纳斯 遇见了小狐狸的话 千万不要给他喂带有盐的食物 这样会让他掉毛的 我车上没有生肉 如果车上带的有生肉的话 可以给他喂一点 喀纳斯的景区里面是有住宿的 我这会儿准备去找住宿了 天都快黑了 这会儿已经是8点多了 这边基本上9点钟之前 天就黑透了 终于到了 天都快黑透了 这边是喀纳斯景区的新村 在这边找了一家民宿 给你们看看这边的雪好厚哦 这是我找的住宿 我还没有尝试过在这边露营是什么体验 因为外边这个气温真的待不住 给你们看看我今天晚上找的住宿 这个院子里边的雪都是被铲掉的 让我这边有好多民宿 冬天都是不营业的 因为冬天来的人会比较少 看看我找的住宿 这个房间都不带锁的 都不带锁的 外边都没有钥匙孔的 晚上睡觉 可得把门锁好 这我找的住宿 房间里边真暖和 就这样一个标间150块 在旺季的时候 这样一个房间最起码卖到500块钱以上 秋天的时候会卖得更贵 卡纳斯的住宿一直都很贵 冬天来的话应该算是最便宜的 我是在网上看好了之后 没有在网上订 而是直接导航来到了这里 然后跟老板进行了砍价 他们我要200 然后我给他砍价砍到150 这个价格的话 算是最便宜的价格 因为卡纳斯这边冬天特别冷 室外的温度很冷很冷 然后我这边取暖 全部都是用的电暖器 这样一个房间 一晚上烧电暖 都要烧几十块钱的电 今天到的太晚了 明天带大家看一看 卡纳斯冬天的风景 看一看冬天的时候 到底值不值得一来